这个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个产品组合的案例信息 首先我们把这个案例的相关数据信息给它输入进去 我们的信息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制造商他销售门和窗这两个产品 然后这个有三个工厂可以生产 工厂一工厂一生产门 每个门需要一个小时 然后他每个周的可工作时间按小时来计算 然后这个是4小时 然后工厂二呢 他只能生产窗 然后每个窗呢需要花费两个小时 然后每周可工作的总时长是12小时 然后工厂三呢是门和窗都能生产 然后门呢需要花费三个小时 然后窗呢每个窗时需要花费两个小时 他每个周总共能工作的总时长呢是18个小时 然后每个门和窗的单位利润呢是 门呢是300 然后窗呢是500 然后我们把这里呢给它标一下 我们呢为了清除其间 我们数据呢都用这个浅蓝色来给它标 然后为了这个可重复使用 其实我们最好是用公式 然后来提取数据 然后这样等我们上面数据发生变化的话 我们下面可以产生新的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来利润 我们再来收入一次哈 这个呢我们还是按单位利润哈 单位利润 然后这个门我们就对上哈 这个就等于 哈 然后这个呢等于它 这样我们呢后期如果这个数据产生变化 这里都会自动的更新 然后就是我们的 呃 约束条件啊 约束条件呢就是我们的 呃 就是可使用的时间 啊 总共和实际使用时间 然后我们工厂一 我们其实也可以复制哈 我们直接复制吧 嗯 然后 然后 它呢 我们这个是 呃 需要 需要 需要时间 或者花费时间吧 花费时间 然后呢 我们单位用小时来表示 呃 然后 这个呢 给它合并一下哈 然后对应的是门和床 然后这个是实际使用时间 是实际 实际 耗时 我们为了省下空间啊 小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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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是 呃 可 工作 时间 然后也是小时哈 OK 这样我们保持同意 然后我们这里加错 把它去掉 这里怎么合并了 大家给放开 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呢 都从上面给它提取出来 然后我们只需要拖转 这样公式呢 就会自动更新 我们呢 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哈 检查一下 确保这个数据呢 是正确的 那我们这里呢 工作时长呢 也是可以直接提取下来 然后这些呢 都属于我们的数据 我们呢 把它继续用蓝色给它 标一下 然后这里可使用的 或者实际使用的时长呢 我们应该等于一个 产量哈 然后我们把这里 加错一下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决策变量 然后决策变量就是 产量 产量对应的就是门和窗 然后我们决策变量呢 我们把它的单元格用 黄色来表示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先示 就是 输过输两个字 这样为了我们后面 在这里输公式的时候 有产生结果 可以清除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工厂一 实际花费的时间呢 我们用这个公式 然后呢 就是 产量 乘以 它 所耗费的时间 按回车 然后我们呢 可以引用这个公式 然后 因为我们在 想做工厂二实际 耗费时间的时候 还是同样的产量 然后 来看 呃 再乘以工厂二 每个单位的这个 产品花费时间 那我们这两个单元格呢 是固定 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呢 把它用 Windows系统呢 用 F4 Mac的话 就用 Command 和T 然后 我是Windows 在Mac 电脑里面的 然后就是用 这个Shift 加 这个前的这个标志 然后我们来回车 然后呢 我们把它往下拽 它呢 就会计算出来 实际 耗费的时间 然后 这个呢 我们叫输出单元格 输出单元格 然后我们 在这里 来 这个呢 是 小于等于 是它的约数 这个工厂也是 小于等于 12个小时 这里呢 是 小于等于 18个小时 目前看上了 是没有 没有违背这个约数 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的绩效 和量指标 我们的绩效和量指标呢 就是我们的 总利润 我们的总利润呢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通过 试算 来 求得 这个答案 然后大家看我们这个组合之后 我们这里就违背了我们的约数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耗费很多时间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在这之前 我们 对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目标函数 或者绩效衡量指标 这里呢 这个格子呢 我们用橙色来表 给它填充一下 然后我们来通过 模拟的这个过程 把它给所有的结果呢 给它结算出来 然后我们最后找出 这个最佳的结果 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绩效 我们先来模拟看 绩效的话 我们加错一下 然后 我们来模拟的时候呢 就是模拟 这个呢 是窗 窗的数量 然后我们这个呢 模拟一下 模拟一下这个门 它的这个数量 我们呢 都从1到8 我们按住Ctrl 然后8 然后这个呢 1 然后按住Ctrl 然后产生8个数字 就代表我们呢 试算一个门 1到8个门 1到8个门 和1到8个窗 它们之间组合 所产生的利润 各种情况 我们把这个呢 给它合并一下 让聚中 然后这个呢 这个也合并一下 这样我们就清楚 这个数字代表的意义了 然后我也把它 稍微填充一下 填充灰色 浅灰色 这样大家能 方便大家理解 把这个单单都移到这里 好 然后我们呢 来把它给 复制一下 整个复制一下 复制到下方 然后我们 这里呢 是我们的 约束1 约束1就是 工厂1 工厂1 它的总可能的时差 工厂1 可工作时间 我们可以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复制一下 一共有三个工厂的这个相应的约束 全部复制 然后隔上记号 我们呢 也是这样 然后这是 约束2 这是工厂2 可用的 工作时间 这是约束3 工厂3 这个 约束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把时间给它标上 这个是小于 小于 小于等于一个4 然后工厂2 它的这个约束是 小于等于12 12 然后工厂3 结束3 工厂3 这里呢 是小于等于18 好 然后我们来进行模拟 我们呢 第一个是绩效 所以我们这里等号 然后计算的是这个绩效的这个准利润 它的值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来模拟 模拟 模拟的时候先要选中这个区域 然后呢 我们到数据选项卡下面 找到预测面板这里 模拟分析 模拟运算表 这个按钮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模拟的是 行和列两个 那我们模拟的是什么呢 是根据产量所计算出来的 这个总利润 然后我们可以是 产量 这是产量 我们的行呢 是 行是门 不对 那我们行是窗 那么是这样 然后 列呢是门 那我们就这样 我们要标对了 然后这里呢 我们是总利润 然后我们就算出来 我们这里呢 写一下 总利润 总利润 这里呢 这里呢是 使用 耗费时间 耗时吧 实际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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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复制一下吧 这个也是实际耗时 只是不过这个是工厂一的实际耗时 这是工厂二 这是工厂三的实际耗时 然后我们来模拟工厂二 我们呢 这里呢 回车 按那个Escape 然后推出上一个公司的营 然后我们这里呢 是 这里就比较tricky 这是我们工厂一 它实际耗时 那是 是这个单元格 然后营 我们来回车 然后之后呢 这个不是钱 应该是 我们的 数字 或者说是常规 然后我们来看哈 引用的是这个 好 然后把这个区域给它选中了先 然后到数据选项卡下面 模拟分析 模拟运算表 然后我们 行呢 是窗 所以我们对应 窗是这个 然后列呢 是 门 然后确定 好 我们呢 就算出了这个 这个也是 因为我们上面是 货币哈 我们把它换成常规 这个呢 也是把 先重 把这个颜色 改过来 好 然后我们 填充 这是刚才物填充的 我们把它改过来 好 这个呢 是工厂2的实际的耗石 我们就引用这个单元格 这是它的实际实用 耗石 我把它都给改过来吧 我们 我们格式刷 刷一下 因为这里可能 刚才复制的时候都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再选中这个区域 然后再点击数据选项卡下 然后选择这个 模拟分析里面模拟运算表 然后 然后 行还是 窗 那么窗 窗是 这个哈 然后 列是门 然后确定 然后 这个也是 给它 改过来 常规 我们呢 这里呢 直接改好 因为它刚才 我们复制的时候 直接 把那个格式都复制过 然后 这是工厂3的 它的实际耗石 那我们要引用这个 然后 回车 好 然后我们呢 再选中这个区域 同样的操作 再点击数据选项卡 然后模拟分析 模拟运算表 然后我们要回来 这个 行呢 是 窗 列呢 是门 然后呢 确定 这个呢 就是 我们把这几个数字 都 颜色改过来 这都是刚才复制 然后这个呢 就是 工厂3的 这个不同产品 数量的 组合的 它 所耗费的时间 然后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 我们呢 那 因为第一个约数是 小于等于4 那我们要把大于等于4的标出来 我们那用上一种填充颜色 用这种填充颜色 为了避免这个冲突 我们还是用这个 然后这个是4 那上面的都满足了 这个不是 这个是模拟的数字 好 然后呢 那我们看 约数2 是小于等于12 那我们看 这两列 这两列 我们用另外一种颜色 给它 去分一下 这是这个 这一部分呢 这是它的可行率 然后 第三个是小于等于18 那我们这样吧 那我们这样吧 这些呢 好像都不行 好 那我们用 我们看看 那 好吧 这又是一个 那是这种颜色 蓝色吧 好 然后呢 18的话 这个也不行 然后 这里也不行 这里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19啊 然后 这个和这个也不行 19 21 好 然后我们 我们最后的这个可行的解呢 要把这三个元素条件呢 同时要满足 所以我们把它三个呢 给它叠加一下 我们把第一个先叠加 从这里 然后到这里 这是这三行 然后我们呢 用这个颜色吧 用黄颜色吧 好 然后 这个是 我看 这两个呀 然后 就把 7和8 这个给它 弥补上去 因为我们是并级 对 所以就是所有的 这个满足 然后 这个是 倒6 这个比它更高 这个是倒5 那这个也是倒5 5 第三的时候 倒5 这个呢 门窗是4 然后 门 门和窗都是4 那就是门和窗都是4 4 那就这个也有 然后 5呢 5 5 3 5 3 4 4 5 3 5 3 那就这两个也有 然后 最后一个是 5 3 然后 6 6 3 6 6 3 6 3 6 6 6 3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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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最大 最右几 36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呢 就代表6个窗 然后这是6个窗 6个窗 然后对应的是两个门 然后我们把两个门说一下 好 它就会得到 总利润3600 这个和这里是吻合的 那就没有问题